当一个人的身高长到2米05之时呢 他是会成为引人注目的对象 也很难融入人群之中 作为美国前任总统的儿子 巴伦的左右总是粗拥着一群的特勤人员 无论他走到哪 他都会成为人群中最大的亮点 身穿白色的Polo衫 肩上背着背包 脚穿运动鞋 尽管他的装扮极其的普通 然而这个Polo衫下面的防弹衣 还是显露出了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作为唐纳德最小的儿子 从10岁开始 他就在特工的监视下生活 前呼后拥 就已经成为他的生活常态 作为家族中最年轻的成员 他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处于公众视野之中 考虑到巴伦的家庭背景 巴伦可能会面临来自不同团体的威胁 即便是走在安静的校园中 他也毫无安全感 从外媒曝光的这个相片来看 特工有始至终 都在他的周围保护着他 巴伦从纽约大学的大厅穿过 即便是在演讲听特工 始终在他的前后跟随者 对于美国人来说 巴伦是富如皆知的知名人物 唐纳德曾感叹自己的儿子高大英俊 他是个非常受人欢迎的人 无论他走到哪 都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所以即便是在校园 还是会有很多人想要来和他进行合影 但是没有人能靠近他的身边 每次上前都会被特工拒之千里合影 也是不被允许的行为 不过课堂上的巴伦显得十分的安静和好学 每到上课的时刻 特工会退到门后守候 但是进入到课堂的学生 必须向他们出示证件 才会被允许进入 当然这种举动影响了 其他学生的日常生活 这样的举动对其他学生造成困扰 有人还因此抱怨 其实根本没有人想打扰或者骚扰 言下之意是指特工的行为 大概是多此一举 实际上巴伦的身份和背景 让他始终都是处于公众的关注之下 作为家族最为特殊的一员 他的一举一动 都有可能会成为新闻头条 这种持续的关注 不仅给他带来无形的压力 也使得他会在校园内外 面临着许多无法预料的安全隐患 至于巴伦为什么会选择 纽约大学美媒猜测 是因为纽约大学离特朗普大厦 有着一段非常近的距离 并且梅拉尼亚不希望儿子远离自己 所以无论是梅拉尼亚还是巴伦 纽约大学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身为公众人物的孩子 他所承受的那种压力 也是巨大的 现在巴伦已经成为大学生 梅拉尼亚的人生 也进入到新的阶段 就是对于他来说 他也不得不适应这样的生活 尽管巴伦已经是个成年人 但是在梅拉尼亚的心中 儿子依旧是那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因而这才是梅拉尼亚 离不开儿子 希望儿子留在纽约上学的原因 尽管外界的关注和压力 可能会持续存在 但是作为一个 具有独立思想的成年人 他也只能无条件接受 因为包容和接纳一切不如意 才是成人世界的法则